相恋三年 48岁郑嘉颖和27岁陈凯琳 夏月12号预定的巴厘岛举行结婚 二人和亲友打算在10号飞往当地 由于15号是嘉颖49岁生日 二人也会在当地度过 十分甜蜜 然而他们刚恋爱时 陈凯琳父母就已经不太接受 毕竟郑嘉颖只比陈凯琳爸爸小几岁 而且家境有十分大的差距 郑嘉颖一直在密貌追到陈凯琳 相恋没多久 2016年 郑嘉颖已经在胡姓儿婚礼上 向陈凯琳逼婚 郑嘉颖说自己年龄不小了 当时陈凯琳只是陪笑 没有回答 当时陈爸爸笑着说 我的女儿好年轻 疑似嫌弃郑嘉颖年纪大 接着又说 我女儿事业刚起步 怎会这么快 最后他又说 这样我会亏的 陈妈妈被问到闪婚 更回应 我要定下经 其实陈凯琳父母也不算是快 他们也是想让女孩嫁个好人家 郑嘉颖 2011年事业大丰收 步步精心在内地爆红后 片酬开价 25万一几 在怒火街头获得市地之后签约英皇当歌手 但近几年却表现平平 陈凯琳虽然2013年才当选钢戟冠军正式出道 虽然他赚的不多 但是陈凯琳的爸爸则是卖石油起家 之前仅仅炒门面商铺就狂赚5000万 目前仅靠收房租都有很大一笔收入 其实郑嘉颖也很宠陈凯琳 他之前也买了一套2300多万的和文田豪宅 预备做爱逃 不过就算加上郑妈手上两个物业 目前郑嘉三个单位一共也才5000万 这跟陈凯琳家独资产15亿相比 的确距离很大 女友年轻貌美家境殷实 郑嘉颖这次真的可以说是逆袭成功的 陈凯琳从小在九龙堂富人区 独立屋就已市值过亿 据悉陈凯琳家族资产有15亿 难怪陈凯琳爸爸会说 八字都没一品 不可以那么早下结论 这样我失本 这样我就亏了 很多香港网民看到后纷纷吐槽 嫁女儿不是卖女儿哦 亏本 是印度市场吗 虽然很多人都对陈凯琳的爸爸看不过眼 但也有一些粉丝认为 女儿是人家养的 老爸最有资格说这番话 郑嘉颖之前的房子都是租的 陈凯琳爸爸希望找个门当户队的女婿 也没有错吧 这次结婚对陈凯琳父母来说可能亏大了 其实只要是女儿喜欢并且相处开心